其實這個跟我們膀胱的擴躍肌會有關係 有些人的擴躍肌特別有利 可以把屁憋住 那這些憋住的一個屁跑到哪裡去呢? 這樣的狀況對我們健康好不好 其實是不好的 哈囉大家好 我是周中漢醫師 我目前在漢明堂跟瑞明堂中醫診所服務 我們今天要講一個很尷尬又不思理的主題 叫做放屁 放屁其實是我們生理很正常的生理行為 當我們吃進去的食物 藉由消化跟吸收產生出來的氣體 就會在我們身體裡面囤積 會有兩個地方可以排出這個氣體 第一個是嘴巴 第二個是我們的屁股 如果從嘴巴的話 其實就是所謂的打嗝 那如果說是從屁股的話 就是我們所謂的放屁 其實每一個人都會放屁 放屁是很健康的一個生理行為 其實主要來講 我們每天正常的放屁次數 大概是15到20次左右 這樣子的一個氣體 排除力量大約是500mol 那如果說是少於或多餘的話 會因為你的吃的東西而有所影響 我們其實可以試著聞一下 我們放屁的味道 為什麼呢 因為放屁啊 跟我們腸道的一個菌蟲的健康會有關係 但我們的一個腸道的健康 與否的話 會影響到我們放屁的味道 我們可以看一下我們這個圖表 我們先主要列出來是 臭雞蛋味 魚腥味 腐肉味 跟臭水溝味 大部分的人 放出來的臭屁 都是屬於臭雞蛋味 因為裡面來講的話 其實包含了 硫化氫跟胺 我們吃比較多的食物 肉類食物 或者是蛋白質類的食物 吃比較多就會造成 我們這樣的臭雞蛋的味道 食物在味消化完全 沒有被消化的食物 進入我們的血腸 這時候我們細菌分解 就會產生所謂的臭雞蛋味 那臭雞蛋味 大部分我們正常的屁的味道 都是屬於這類型的 除了臭雞蛋味以外呢 我們接著要討論到的是 我們其他特殊的味道 特別是我們有可能會產生 一種叫魚腥味 魚腥味是什麼呢 就是所謂的有點像是 臭臭的那種血腥的味道 這個可能跟消化道出血 或是體內有惡性腫瘤 因為我們的一個腸道裡面出血 那我們的排便 藉由我們直腸排出體外的時候 把那個出血一起帶出體外 產生的魚腥臭味 這時候就要非常小心 是否是要去到直腸內科 或消化外科做進一步的檢查 第三種味道 可能就是腐肉味 腐肉味的部分來講的話 相當於臭雞蛋味又更臭一點了 也就是說 當有人一直覺得說 你的屁非常的臭的話 這個時候就是所謂的腐肉味 那時候可能會有幾個症狀 第一個有可能是你的 結腸發生了一個發炎的情形 就是所謂的潰瘍性結腸炎 那在中醫來講的話 其實只要有腐肉味的一個狀況來講的話 大部分都是屬於失熱體質 代表說有可能是你的肉類吃的過多 蔬菜類吃的太少 第二個就是你的飲食不均衡 烤辣炸 辛辣的東西吃太多 才會產生腐肉味的味道 這時候其實 在我們一個消化的系統來講的話 可能容易有發炎的情形產生 再來就是所謂的臭水溝味 很難形容這個臭水溝味 跟雞蛋味跟腐肉味的差別在哪邊 也就是說這種味道來講的話 當你吸入了這個味道以後 覺得說好像很怪的味道 可是又不知道是怎麼樣的一個臭味 大部分都是屬於臭水溝味的一個類型 那這個其實有可能是所謂的 我們的腸道是有細菌性的感染 那還有本身在食物進入減腸 黏膜以後 遭受到我們的一個細菌的一個破壞 這時候我們要注意到我們的一個腸道裡面 壞菌可能是比好菌還要多的 正常我們的腸道 好菌是應該要佔70% 壞菌要佔30% 那當我們聞到臭水溝味的時候 代表說你是不是要多補充一身菌 其實大腸癌這個問題來講的話 是很多人心生畏懼的 特別是我們在放屁的時候 有能不能察覺到我們大腸癌呢 基本上其實大腸癌 很多人都會說 那大腸癌是不是因為有變血 才會造成大腸癌 其實主要來講的話 我們還是要看幾個重點 第一個重點就是 排便有沒有莫名其妙的習慣改變 第二個 體重有沒有減輕 第三個 有沒有可能有異常貧血的一個情形產生 第四個 最常看到的就是 排便有沒有帶血或黏液 很多時候我們排便帶血或黏液 大部分來講的話 很多時候都是痔瘡的產生 但是有不幸的一個狀況來講的話 是有10%到20的機會 是有大腸癌的一個情形 放屁呢 能不能預知我們有大腸癌的一個狀況產生呢 其實理論上來講的話 其實非常的困難 原因在於說 我們放出來的屁跟氣味 每個人都是因為食物 還有我們外在的一個因素影響 特別是壓力 都有可能造成我們放屁的一個味道啊 或者是頻率有所不同的改變 但是主要來講 注意的是 當你的放屁的頻率異常 所謂的異常就是 不斷的有連環屁的一個產生 可能是你的腸道裡面有肿瘤 造成的一個結果 第二個部分來講的話 就是禮極厚重 什麼叫禮極厚重呢 當你想要排便 可是卻又排不出來的這種感覺 就叫做禮極厚重 大部分的人都以為這個是便秘 但是這個也有可能是因為 腫瘤阻塞到我們的直腸 導致我們的直腸的一個孔徑 變得比較小 沒有辦法順利的排出排便所致 真的很想要知道說 哪一個人的屁是香的呢 其實大部分的人的屁都是臭的 除非是你一直處長年蘆素 但長年蘆素的一個部分來講的話 它也會吃到很多蛋白質 也會產生硫化性跟胺 所以大部分的人放屁都是臭的 有人說想屁不臭 臭屁不想 這個句話是正確的嗎 吃不見得 想屁不臭 是因為它一直常常在放屁 我們的屁之所以會臭 有可能是因為我們的屁 停留在我們的大腸跟直腸太久的關係 它其實不賺的一個放屁來講的話 會讓我們的腸道變得比較的一個清新 所以這段時間來講的話 它的味道比較不會那麼濃烈 那如果是臭屁不響的話 可能是它的氣體已經阻塞在我們的腸道過了一段時間 放出來的屁就如同沼澤翻的味道 當我們發現我們的屁味比較臭的時候 其實就要檢視 其實可能是我們蛋白質吃太多的 那蛋白質吃太多或肉類吃太多 我們的一個放屁的味道就會比較重 第二個有可能是我們的辛香料吃太多 當你吃的麻辣鍋或是咖哩 這類型比較重的辛香料的一個食物 我們下一餐的放屁的味道就會特別的濃烈 其實就是正常的生理現象 請大家不要過於擔心 當我們的屁又沖又濃的時候 這時候我們要注意我們身體 是不是吃了過多的一個油脂跟肉類 我們要把我們的蔬菜跟水果 帶到我們的一個飲食 再來就是你放屁的時候 伴隨著我們的一個肚子痛 這個痛點其實就是固定的 這時候我們要特別注意 是不是有在腸胃上面有發炎 或是有腫瘤的一個情形產生 其實這個跟我們膀胱的擴躍肌會有關係 有些人的擴躍肌特別有力 可以把屁憋住 那這些憋住的一個屁跑到哪裡去呢 其實會被我們身體的血管所吸收 這樣的狀況對我們健康好不好 其實是不好的 因為放屁其實是主要把我們身體的代謝產物 排出我們的體外 而不希望說讓它又回到我們的身體自行吸收 其實很多人認為說放屁其實是腸胃的問題 其實不是 很多時候放屁是心情的問題 很多人工作壓力大或是情緒 吃了比較多甜食或烤辣炸的一個食物 來舒緩我們的一個心情 同樣的會造成我們放屁的一個量會多 而且會臭 再來就是 膠感神經跟副膠感神經的失調 也會導致我們放屁的一個頻率有所差異 當我們的一個膠感神經過度亢奮 副膠感神經被抑制的時候 我們腸胃的蠕動就會出現障礙 這時候就會產生我們內有產氣的問題 放屁的時候瘀率會特別高 放屁是很正常的一個生理行為 所以千萬不要憋 但是如果聞到有不正常的意味 或是它的頻率有所改變的話 麻煩請盡速就醫 並找出這個問題的所在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影片 請按喜歡訂閱 並開啟小鈴鐺喔